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检测产业链 却现在好像是成就了 好像是很大的一笔数字吧 那您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 这个实际上你说是新的亿万富翁 实际上可能还是原来的一批有钱的人 原来的中共的权贵阶层 只不过他们赚了一批新的钱而已 我记得最近有一个例子 就是在北京有一个核酸检测的一个就是试验室 它只挂牌大概只有好像不到一个月就挂牌成立 然后你马上就拿到这个政府的订单合同 就是一下就发起来 我们知道像我以前我都是做这个学化学的分析化学 我们知道这个实验室你要建立一个实验室 你要有这些设备 有仪器 然后有你的analyst 分析家 化学家 然后技术员 然后还有QAQC 就是质量保障 质量检测 甚至包括这个废水处理 就是你会有废的很多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才能建立起来 建立起来 如果你要通过各种认证 表明你有这个能力 你才可以开始拿到订单 开始给别人分析样品 而中国这个东西马上就出来 给你马上得到官方认可 显然是中国老百姓 大家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它一定是有后门 有关系 有官方背景 官方背景会给谁呢 就是会给他们自己的裙带关系 既得日益集团 这个利益链上的一些人 他们钱 所以说来说去呢 这个中国这种政治为导向的清零政策呢 造就了这个核酸产业 而这个核酸产业 新成立的一些公司 新成立的一些相关机构呢 实际上最后还是这个 中共的传规 把这个钱拿过去 那中共现在官方什么通知 要追查医保基金使用的情形啊 这些医疗机构啊 这些 它可以去查 但是我想这个 只要这个查到这些公司 背后有 有强硬后台的话呢 它肯定也查不了过去 查了查不过去 查不出去 查不了 而在一些有一些 可能很可能把一些 小老百姓没有背景的人 没有关系的人呢 把它拿出来 做一个人头 来寄人头 来平息中共 所以最后就是说 你不这个 不铲除这个中共 这个一个党的那个利益 特权利益的话呢 你是没办法防止的 现在就是说 对他们来说 他们本来就拥有了 所有的那些便利 有了这个最好的融资 最好的条件 最好的那个许可证 那他们本来就是可以 那个 从中发财的 中共这些 既得利益集团的人呢 也发了最大的财 现在只不过是 有了新的 新的方式 又给了 给他们增加一个新方式 来发财 然后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呢 这个被割韭菜呢 现在不会又增加了一个新的 就是对他们来说 更严厉的 更就是说 当然沮丧的一个被割韭菜的情况 那就是说 现在我看有报导说 中国的这个核酸检测 要成为新的一个常态 那就是说 这个产业链会继续发展下去 是 现在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 这个实际上就要看 中国老百姓怎么来 怎么来应对了 怎么来应对 你看他的检测 很多要是快速检测 或者马上拿到结果的 都是高达这个几百块钱 1600块钱一次 这就是决定 决定是一种 借着国难 借着这个医药的危机 来发国难财 这个非常不道德 你像美国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检测 从头开始 这个都是免费的 像我们大学里边 你随时都可以去检测 你打疫苗也好 那也是免费的 所以都是免费的 现在美国政府 还给美国每个家庭呢 给你送来免费的检测 那个test kit 就是检测 不知道test kit 怎么办 检测包 检测那个东西 实际的东西 你可以在家里做检测 你可以自行药 那这些全都是免费的 而中国这些呢 它实际上已经把它作为一种 就是作为一个产业 作为一个权力寻书 所以它就把它当生意来做 你现在甚至都荒唐到 中国那些大白人们 这个去这个在墙上地上 什么拖拉机上汽车上 动物员动物上 所有地方都在检测 就是搞得一点 就是非常荒唐 进入一种荒唐的那个地步 那背后呢 如果没有钱来支撑的话呢 这种荒唐的事情呢 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数据表明 这个资料表明呢 如果覆盖中国人口30% 一年就是14500元人民币 中共的国防开支是14700元 你知道它这个花费有多少 中共还有维稳经费 高出国防开支的一点 14万亿 现在如果是覆盖到 全人口的70% 两天塞一次的话呢 那就是25000亿人民币 这就是 就是瞎折腾 把这个资源呢 完全没有必要的 给浪费掉了 但是在这个中国经济 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各个政府呢 不财不正的收入 入不付出的情况下 它就搞这种东西 当然这个实际上最后呢 很多也回到了中国政府手中 这被他们来 用来作为一个 保抬经济的一个工具 给浪费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